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都做完饭了 快洗手吧,一会儿吃了 妈,你干嘛呢?吓我一跳 儿子写检查呢 写一份是写,写两份是写 帮妈也写一份,好吗? 你写检查?你犯什么错? 还不是破眼戏害的呀 今天下午开自检会 从院长到主任都得检查 你说说你那个吧 来我们这儿,一见好事没办 就配着整人 怎么了?谁整你了? 谁整我? 就你整我 你回来整好 我那检查你替我写 没问题 检查我可以帮你写 你告诉我,你错在哪儿了 我错在哪儿? 我没错 没错,凭什么写检查呀 还不是你害的呀 一搞那破眼戏 司机喝醉了算我的错 车没用了我还跟着倒霉 你别喝 你说 你到底来东港干什么来了 你来不到两天就害得我和儿子写检查 你按的什么心呢? 我儿子,按的是好心 那医院的病人 有病,打针吃药 人要犯他错,不行写检查提不行 听听听,堂堂一外科主任 还没我骂血无告呢 赶紧写吧 别怨气了 写完了 明天还有东西让你写吧 你还来劲了 明天还让我写什么 写什么 明天告诉我 嗯 站住 没看见你老子在这儿呢 叫爸 对不起,叫不出口 好 苏林 你还记鼻子 小时候我特讨你知道吗 有一次啊 我偷偷挂在洗眉尺间去玩 被我爸发现了 我爸追着我就打 后来还是你陪着我 在你们家屋顶住了一宿 你记得吗 记得 小学六年级那会儿啊 我有一次期末考试没考好 咱们那班主任老太太呀 非让我爸在圈子上签字 当时我就急了 哎 又是哥们你为难吃挺善而出 在圈子上写下赵志间撒字 哎 你还真没说啊 你签的那撒字 太像我爸型了 就连我爸自己也没看出来 从那个时候 我就坚定了一个姓名 赵王 一辈子欠你苏林 行了行了 还好意思说呢 上学那会儿啊 哪回你们做错事情 不是我替你们抗仗 就那些淘气的事儿 说让三天三月也说不完 哟 就你乖 怎么了 我说错了 尤其是你 光抄作业抄我多少回了 这个有余说意啊 我抄苏林的次数 可比抄你次数要多 再说了 回回抄你都是错的 什么 是你自己写错还赖吗 哎哎哎哎哎哎 好了好了好了不闹了不闹了 是大半夜的 哎 到底还想不想考大学了 要是还想考 我帮你 书完都要留着 别 我教你饶了我吧 你还是老老实实上大学去嘛 你又不是不了解我 我就拿出那块料啊 再说了 我现在啊 在矿上干的挺好的 我爸也特知识 我就想啊 在矿上好好干的三十年 没准啊 跟我爸一样 也当个矿长也说不定 说得对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有没有出息 不在于上大大学 哎你可别这么说啊 你是一定要去上大学的 是吧小妹 你跟我还不一样 你那张手啊 天生就是拿钢笔 不适合拿铁销 你看 我这张手才是拿铁销 是吧 其实你们不知道 这大学啊 我压根就不应该考 小妹 你是不是担心 你走了之后 你也没人照顾 你放心好了 你爷爷就是我爷爷 你们家的事 就是我赵文的事 我向你保证 你走了之后 你爷爷比你在这儿的时候 要过得舒服得多 记住了啊 我还等着你在北京混好了 你的哥们今天大失眠了 等你大学毕业了 回矿省来 我们一起干 把咱这儿 变成现代化大煤矿 变得比它大城市还好 甘愿 苏林啊 你上学 兄弟也没什么好送你 这支钢笔啊 是我十五岁生的时候 我爸送给我的 我一直没舍得用 现在 回忆用不着了 你拿着吧 用它东西也在 你算这钢笔啊 没白糊一回 来 拿这本拿着 以后上去读书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和小梅的一点心意 你也别先少 大城市的开交大 花钱的地方也多 这东西我可以收下 拿着钱你们拿回去 什么都别说 再说 再说 这些我就不去上了 苏林 还记得我们三个人的约定吗 咱们曾经说过 将来长大了 要一起出去闯一番事业的 你不是一个人去上大学 你是带着我们三个人的梦想 带咱们全块人的梦想去上大学的 所以你绝对不能放弃的 对对对对 不是钱是梦想 你看我这嘴笨的 苏林 这钱我可不是给你的 我这叫做投资 你明白吗 等你到外面赚了大钱之后 你可要加倍还给我 这个期限吧 就是我和小梅结婚的一天 你说什么呀 谁要跟你结婚了 干嘛呀你 苏林又不是外人 好 我答应你们 你们结婚的时候 我一定到 不管我在哪儿 好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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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走了 好 苏林哪 你路过矿上 去跟赵矿长道个别 好 告诉他工会老保部 已经派人照顾我了 让他放心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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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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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路过什么呀 来来来给我 你觉得应该高兴呢 苏林 我怕你怕来送你的车 在下边等你呢 下去吧 进来 进来 大部长 进来 哎 哎 哎 张工长忙着呢 他部长 有事儿了 是这样的 哎 哎 今天上午啊 由您以矿上的名义 资助的那个大学生 苏林 哎 已经重返学校 上北京上大学去了 我亲自送的 他本来啊 想来跟您告别一下 我跟他说了 我说矿长太忙了 不用了 他让我转达一下 说他以优异的成绩 绝不辜负 这个 咱们东杆矿 对他的期望 还有别的事儿吗 哎 暂时没事儿呢 您还有事儿吗 你念什么 一会儿你出去的时候 把吴房长给我加来 哎 好嘞好嘞 今天抱着你 放这儿啊 张副长 你找我 啊 吴房长 这个 拿去 给几个副官长都看一下 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 把它打印了发一下 啊 好 老孙 老孙 你神经病啊 大晚上的证要写啥呢 走回写回写 去去去去 知道什么呀 去睡觉去 那你喝点热茶 哎呀你看你 写的一晚上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行了不写了 文章也没啥用 我就不相信 上司机 因为你写不出来 他把你免职了 给他的胆也不敢 我现在是局管干部 他还撤不了我 跟你说我连这么个东西都写不出来的话 我这脸可就丢大了 哎呦 你说的那也是 哎 咱家不是小梅的吗 是教语文的 我能帮你写 你知道什么呀 这又不是一些小学奏文 一样 小梅 小梅 你过来一下 妈 什么事啊 帮你爸写个东西 快 爸 嗯 让我帮你写个东西啊 我能为东港矿走出困境做些什么 人 人 皆有死 生命 有限 我要把 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未来迷惑 多框 好 做着 反而更相 共心 爸 我说你可真够笨呢 你现在是生产副矿长 那你的重点肯定是写写关于生产方面的事情 比如说如何提高生产效率 现在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 你有什么改进措施 能写的问题有很多的 包括人员素质问题 细效考核问题 生产工艺问题等等 甚至连地质结构你都可以写进去 但主要是你得写上你有什么改进措施 太好了 我会写了 真的会写了 会写了 爸 我走了 对了 爸 有一点我还是得提醒你 等你写完你所分管的工作以后 还应该做权框的其他工作 提出你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那你的证案就算有深度了 那些东西我不写 我现在是打了败仗的将军 没有什么权利支手花朵 我来帮你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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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老婆 我知道你的文化水没有到 可是作文还是得自己写 你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 这女人说话能和男人一样吗 你帮我写 这让赵矿长知道了 我这个队长 那算是当到头了 这赵矿长还挺有意思的 人家这心乖上人三打火 让我给你们不至于告作文 弄得你们几个大老粗啊 像小鞋是一样 这就叫改革啊 今后啊 在这个能人矿场手里也干活了 光是傻力气也不动脑子 恐怕是不行 我看着他 我估计啊 不久他就会有大的动作 咱们矿马上就有希望了 但应这矿场早点好 这矿场好了 我们服务公司就会好了 服务啊 怎么开心啊 我觉得这边的通风还是不行 去这边找不上 对 让我们按一下 好 来来来来 让一下 来来来来 这谁啊这这 好 给我起来 起来 起来 看什么你 刘建峰 上这睡觉呢 还有两位领导 袁建峰 你知不知道 上班的时间睡觉是要罚款的 我知道我知道 我实在是探 мон社 这么回事 换长 我这两天肚子不舒服 紧着拉肚 我一想 有病咱也不能耽误工作 你这下井就不舒服 不是 我真真是真是太难受了 那你就要接着歇着 stunned 换长AR 你看我 你看我怎么难受 我这不能耽误故作呀 你等一会儿我领你去视察 来 等着 哎 董事长 干嘛去 你这几天跑哪儿去了 办公室见不着你的人 大家都以为你这个新官失踪了 你盼着我失踪的吧 我失踪了文战就不写了 妹儿 我肯定说你那个是你们家小妹给你写的 胡说 就赶了几个特别字 哎 干嘛去 借口看看他 来来 一会儿去 我跟你算说 赶紧叫上来啊 我今天就开始看了 好 哎 女儿 哎 干嘛 哎 老婆 干嘛去 你这文章看了吗 啊 看了 你觉得怎么样 不错啊 书法不错 说法不错 你觉得 这还行的 行什么行的 那是空话 写个实在的红楼子 你怎么从哪儿写菜锅呢 物质绝境精神 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只有吃饱了肚子 才能听戏唱歌去吧 说得对 说得对啊 张红长 不 universo 亲切地狱子 幽黄 是 真正的 好 啊 爱 吓死我了 你哪真是的 我说一声干嘛来了 怎么办 又看你来了 是啊 我们看看大矿长 白天晚上都不回家 躲在这忙什么呢 那你看 忙什么呢 看到明白吗 看不明白 眼花缭乱的 我也不想看明白 老爸 这矿上上下雪的人都在看见你呢 从干部到工人 他们要看看你这个新上任的能人矿长 怎么来给他们宣布改革计划 是啊 大矿长 你让每个人自己写计划 想改革的方案 可你呢 却躲在这当会计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相信东港的会计 我跟他们算的可不是一个账 他们计算的是数字 我要疏通的是渠道 他们看的是账本 我检查的是名片 他们负责统计收入支出 我必须将这些人分门别类 哟 看来你在党校没白学啊 一套一套的 这里边 有我们要继续合作的朋友 也有需要巩固关系的伙伴 还有必须马上一刀两断的 不仁不义者 现在当个矿长不容易啊 既要保证安全都出没 又得眼观六路多盈利 这样才能取得全面的胜利 懂吗 不懂 你问我妈吧 看她懂不懂 妈 赵矿长 看来为了胜利 你今晚又不回去了 那什么办法呢 你不回家 我和赵文倒无所谓啊 可是你妈呢 天天念叨着受不了 我妈想我了 你妈那何止是想啊 简直就是崇拜 在你妈眼里啊 你就是世界上最伟大 最崇高 最最辛苦的人民公仆了 激 这不一早啊 她煲了锅鸡汤 等着你回去喝呢 真的 你要不回去 那锅鸡汤我看就得倒了 小子 你妈说真的 那还有假 奶奶说了 只要你不回家 别说吃肉喝汤了 我和我妈连骨头都啃不上 好吧 今天为了让你能够喝上 你老婆婆熬的鸡汤 本人就牺牲一下 陪你们回去吃饭 走 这么晚了这帮人干嘛呢 爸 你是真不知道呢 还是假不知道 东港矿现在发不出了工资了 工人只能靠山吃山 靠矿吃矿了 那这不是透霉吗 哎哎 老天天天 干嘛呢你们 干什么呢 张工长来的 你收个戏皮球来的 你们干嘛呢 装霉呢 废话 我又不瞎 这是你们家没呀 啊 你知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性质问题 你道歉知道不 张工长 这没人是咱兄弟们自己挖上来的 你们矿市卖不出去 还不容易去 咱们自己想办法 咱们这为矿市分有解难 是啊张工长 我们矿市专场 两年前就垮了 我们这些下了岗的工人 没工作 没钱 可就得吃饭 你说我们不弄点没卖 还咋活呢嘛 你不能让我们去拦路抢劫吧 你说太对了 你看 要消极这来矿市啊 咱哥几个这叫生产自教 对不对啊 废话 你这叫生产自教 你这是坑害国家 救你们自己 对 张工长 你说太对了 咱就是救自己 咱要不救自己 谁给咱饭吃 怎么又是你们几个啊 是不是想让我把你们关起来 张工长 看来他们这么干 你是知道的 赵工长 这事儿我的确知道 不仅我知道 松矿长也知道这事儿 可以说 全矿的干部 没有不知道的 他们这些人 都是咱矿三产单位的下岗工人 为了让他们有口饭吃 我们只能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了 眼科长说的是实情 东港矿的下岗工人都已经活不下去了 你就别用你们矿的制作来要求他们了 你们几个听着 今天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你们给我记住了 穷不是偷梅的理由 要想过得好 就要走正路 下次再让我发现 我就依法处置你们 赵工长 谁也不想偷梅过一辈子 你能给咱们解决工作吗 能 我尽量在三个月以内 让你们回专场上班 明国 明国 赵工长 赵有什么事儿 是不是要开会了 对 你进了一下 你马上发通知 全矿副队以上干部 今天下午两点到五九矿难遗址开会 矿长 我没听错吧 你是说 在矿难遗址上开会 你没听错 下午两点在矿难遗址开会 我再强调一点 一定要通知到位 一个都不许落下 领难遗址上开会 北京主要不许落下 总终落下 下面请我们东港矿 新上任的矿长 赵志坚统治 给我们做改革工舰的动员报告 给大家不要鼓掌 我把上任后的 第一次动员大会 放到这里来开 为的就是不想只听掌声 你老公挺有个性的 同志们 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三十八年前 一起井下的事故 夺走了多少兄弟的生命 在这些失去的亲人当中 也包括我的父亲 和今天在场很多人的父亲 兄弟 丈夫和儿子 同志们 站在这里 我必须要讲真话 我不想回来当这个矿长 因为我畏惧东港矿的现状 我知道要把东港矿搞好有多难 我怀疑自己的能力 可是我还是来了 因为我生在这里 长在这里 这里有我患难与共 出生入死的兄弟 这里长眠着我的父亲 和许许多多人的父亲 此刻 有几百双死难矿工的眼睛在注视着我 注视着你们 注视着我们东港矿 我知道 他们的眼睛没有一声 也无法闭上 我能够感受到他们不安的眼神和呼吸 因为他们注视着东港矿艰难困苦的今天 因为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至今都没有让东港矿改天换地 同志们 人活一口气 我就是为这口气而来的 我坚信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 发扬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 只要我们心里装着矿工 想着矿山 想着为东港矿建设献出生命的我们的亲人 我们就一定能够让东港变个样 我保证 为东港灯好家 为矿工服 让我们一起共渡难关 共创东岛美好的明天 为了迅速改变我们东港矿的面貌 建立一支有能力 有素质的干部队伍 下面我要宣度一份撤换名单 安静 大家安静 同志们 在赵矿长没有宣布这个撤换名单之前啊 我给大家做一个说明 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 被撤换下来的干部都是有错误的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在赵矿长这份撤换名单上 只要很小一部分干部有实质错误 大部分干部是没有错误的 而且是兢兢业业做了许多年工作的老同志 但是为了我们东港矿新的腾飞 我们必须撤下来一部分这个只有资历 没有工作能力的干部 就拿我来说吧 我原本是东港矿的矿长 就因为工作能力不够 现在被调换为这个东港矿的副矿长 我没别的意思啊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理解赵矿长的一片真心 赵矿长 宣布吧 撤销王健全同志副总工程师的职务 改任二号警宗彩三队队长 撤销萧云飞同志机修队队长职务 改任普通技术员 撤销刘建峰同志 二号警宗彩三队队长职务 改任二号警宗彩三队 刘建峰同志 牛叔他把你撤下来了 普通故人 赵世间 赵世间 你凭什么撤我 你凭什么撤我 老子创作过二号警采灭的最高纪录 你凭什么撤唤我 你说清楚 刘建峰 我承认 当年你是一个能吃苦敢拼命的好工人 也确实创造了当时全矿采煤的记录 所以你才当了队长 可是你自己这两年的表现你不清楚吗 我不清楚 那我就跟你说清楚 你身为队长 趴鼻带上井 带烟火下井 光嫉妒在案的三围就不下六死 以你现在的表现 开除你的不过分 赵世间 赵会长 我王剑权能力不修你 降我的职我没意义 但有句话我要问你 你说 要是一年以后 改变不了东港矿的面貌 你怎么说 好 我现在就可以当全体职工承诺 如果一年以后 我没有带东港矿走出困境 不能使东港矿扭亏为盈 如果还有一个职工 拿不到全工资 我就自动引致下岗 请你们记住我的承诺 好 赵匡长 你刚才的承诺 我们都印在心里了 只要你能把东港矿搞好 我王剑权不发降职 一样支持你的工作 谢谢大家 老公 你知道吗 今天在五九遗址 你真的太有魅力了 真的 说句俗话 距离产生美 你好比 就是一个油画家 我就是你的作品 你往那一站 咱俩拉开距离 啪 你一看 有魅力 今天我真的担心 那些被你撤免职的人会闹事 让你下不来台 当时我都希望 你也撤了我的职 让他没话说 太感人了 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 百日夫妻四海神 东港宽很大 老婆很亲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居然舍得一身寡 敢把自己拉下马 你如此真诚相待 我必须要坦诚面对 我说句实话 并不是我没想撤你 只是说 我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 才保留了你现在的职位 你还真想过要免我的职啊 想过 那我得惩罚你 怎么罚啊 罚你今天早睡 罚得太狠了 小小 过来 看看 爸给你买饮料了吧 喜不喜欢 爸爸给我买饮料了 喜欢 爸爸今天高兴啊 啥事啊 今天这么高兴啊 我跟你说啊 你俩猜 费劲 我可猜不出来 小小你能猜出来啊 我也猜不出来 你快告诉我们吧 是这么回事 你给爸倒杯水 爸就告诉你 你看这人说点 说这么费劲 我孩子写过业 回去吧 还有这么多鞋链呢 都是你绣的呀 怎么样 你看看看 不错吧 啥不错呀 非常不错呀 不是这么多 怎么干嘛呀这是 我刚学的 我是寻思啊 你这两天呢 下班以后啊 到市里摆个地摊 把这个鞋垫卖了 咱挣点钱试点去 我去卖鞋垫 不合适吧 我也知道 可是这也没办法 你说我这每天啊 还得接孩子 我去卖鞋垫 不合适吧 哎呀 哎 你这鞋垫要不我看这样 明天呢 你拿到矿上去 在那个合作社 让周嫂帮你代卖 哎呀 我都问人的了 你说这矿上媳妇啊 这十个有九个 现在是闲人 都自己拿鞋垫 卖个谁呀 不过周嫂告诉我了 说要是到市里摆个地摊啊 兴许也会有人买 我看这样吧 要不晚上我上夜班 白天你去卖鞋垫 孩子由我来接 好好哎 以后抱歉爸爸接我 你看孩子高兴呢 那行 那以后你接 你先说说 你今天傻事那么高兴啊 我让今天宣布 什么 哎 你大声点 啊 皇上今天宣布 我当副队长了 哦 爸爸当副队长喽 嘘 嘘 低调点 你真当队长了 副队长 陈玉队长 副队长 副队长 哎呀 你真凶你 哎哎 那 当副队长 公司是不是要涨哪里 呃 涨吧 但是咱们矿里边现在困难 涨了也发不出工资嘞 但赵矿长说涨 你看咱们矿现在不大家都在努力吗 用了半年矿就能好起来 下面作为矿长 我简单地谈一下我的想法 让大家心里边也有个数 首先我要利用两个月的时间 强化安全生产意识 整顿清除一切安全生产的隐患 在确保死保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逐步开始调整过去自闭消极的经营模式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力争在两年之内完成外债三亿五千万的清线工作 另外在确保煤炭主业不受影响的前提下 大力拓展第三产业 力争闯出一条活路来 解决职工家属的就业问题 以上讲的只是最近工作的重点 很多细节没有讲 会在以后的工作当中 逐步向大家阐明 还是那句老话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希望大家能够团结意志 共度难关 为了表示我的决心 我愿意把我的工资 降到目前的最低标准230元 没有强求各位的意思 如果有的同志也愿意如此 请你们举手 谢谢大家 山上的月花为谁开又为谁开 我就像男孩一样 走开 你急死我了 你说句话呀 你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别把屁憋肚子里面抄自己 你干嘛跟我到局里去讨公道 警方 要去局里你自己去吧 我是不会去的 你能咽下这口气啊 能咽下这口气啊 爸 你怎么了 那么大声嚷嚷干嘛呀 谁又招你了 谁惹我了 赵志坚 赵叔 他怎么你了 他 他把我给撤了 怎么怎么我了 把我撤了 把你监权叔爷给撤了 他为什么撤你们啊 是啊 你说为为为什么 监权 你说他为什么撤咱们 你 他莫名其妙啊 他呀 他他就是什么 我跟你说 就是想报复 你知道吗 从小 从上学的时候 他就觉得他比谁都强 是不是啊 是不是监权 但是就我 我不服他 我不服他 对不对 你看 这好吧 找到报复的机会了 这回一下把我官就给撤了 你撤就撤没关系 把你监权叔爷给撤了 你这是 赵叔怎么这样啊 他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 停停 你怎么跟着你呢 不讲你的爸 一块骂人呢 爷爷 我又没乱骂人 那赵叔欺负我爸 欺负监权叔 不敢骂啊 这狗屁矿长 骂他都是轻的 他都欠党 解放 你给老子听好了 你要是赶胡来 老子首先收拾的就是你 爷爷 行了你 你说说你啊 孩子都这么大了 你作为一个队长 这些年你都干了些啥 你就知道蛮干 耍二杆子 你配当队长吗你 行行行行 就算我不配 那剑权配配 你说剑权 从为人上到工作上 咱全方谁不说好啊 剑权被撤职 确实有点冤枉 牛师傅 我有什么可冤枉的 无论是为人 还是工作能力 我都比孙光长差吧 可他也不照样降了一级吗 反正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他照着间 能把咱们矿搞好 我就服他 你看你这话说的 就这么没出息呢 没出息的是你 不是人家剑权 人家剑权心比你大 再说 那赵志坚 能把自己的工资 降到二百三 说明了什么 啊 说明人家觉悟高 德性好 人家是诚心实意的 跟咱们同甘共苦 想把咱们矿搞好 知道吧你 哎呀爸 您可别为他唱上歌了 可什么呀 他觉悟高 他觉悟高 他降工资一个人降得了呗 干嘛让权矿五百多个干部 陪他一块降啊 他那是心里边有个小九九 您知道吗 他是怕下个月发不出工资来 怕自己担责任 您知道吗 行了 别把别人说的那么坏 跟你一样那么自私 爷爷 我觉得我爸说的有道理 他照说要有能耐 就别降别人的工资 要当英雄自己当去 对吧爸 对啊 你看 跟你说啊 不愧是我闺女 说得好 哎呀我是哥几个 咱新来的矿场挺厉害的 是吧 那些小官僚们都害怕 是不是啊 西官上了三把火 就怕这三把火烧完之后啊 又咋跟郭总一样 哎呀我看不会 你说这次造工资 一下子就撤了二多个没用的干部 说明 说什么呢 怎么不说话了 继续说啊 我给你们提个醒啊 这次被撤职的所有人员 包括我自己在内 没有一个因为贪污收惠被撤职的 是这样王副总 你这次被撤了职 我们是在替你报区呢 是不是 就是 我有什么可报区的 无论是为人还是工作能力 我都比不上咱们老矿场孙中成吧 他都被拿下了 我还不该下台啊 从今天开始啊 你们就不要再叫我什么副总工了 或者你们叫我老王 或者王队长都行 啊 还有就是 咱们宗采三队啊 从五年前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三年前我把牛建峰这个老东西提起来了 可他不给我争气啊 如果你们觉得我王剑权 还有资格当这个队长 你们就跟着我好好干吧 好啊 我一定好好干 王队 放心 我一定跟你好好干 王队长 前天在五九遺址上 赵志坚发誓 要在一年之内 带领我们洞乱花走出坑街 保抖那边已经辞职 我现在想的的是 我们要在半年之内 把我们中采三队 打动了全国最好的采煤队 然后再用半年时间 向全局最好的采煤队进军 王队 你放心 我们这帮兄弟 一定跟着你干 你说打了我们就打了 对不对 对 好 兄弟们 请起腰杆盖出个样子来 我们要让赵志坚看看 我们中采三队 都什么都没 都有一天 我们要让赵志坚 为他们摆起工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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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